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请 李平老师好 你好 孩子 大家好 我叫袁绍青 我来自福建莆田 今年二十六 我来找我的儿子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 自从孩子丢失后 原本幸福的一家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失去了理智的妈妈 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 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 他们将如何度过难关 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丢的时候多大 丢的时候四岁了 四岁 上幼儿园呢还 对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对 衣服 这是她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 这是她上学穿的小服 这是我临近快过年 差九天过年 我给她买的一套新衣服 还没穿是吧 对 她还来不及穿 先不着急哭 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 你说你公公把她丢的 当时是怎么了 带她出去玩啊 因为孩子上学了 我就去上班 刚好孩子放寒假 然后她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 看了好几天了 我临去上班的时候 我是交代公公说 孩子天天看电脑 眼睛会看坏 你有空带出去转转 看看绿色的植物 那天刚好 公公是准备跟婆婆 带着孩子去正上理发的 但是婆婆胃不舒服 就没去成 公公就带着孩子去 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 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 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坊 公公看孩子在那窗来窗去 怕砸到或者磕到了 就带着孩子里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 11点6分的时候 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窜着玩 抢着零食吃 11点10分的时候 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 爷爷问妹妹 妹妹都不应 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 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 凯凯就没应声 就从这就丢了 很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 有吗 因为临近过年 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 公公就抱着妹妹 大声喊凯凯 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她没找到 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 然后他们就散散找 我公公给我打电话 我在工厂上班 还没下班 没太在意 就叫她说 你再找一下 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 碰着了 运过去不应的 然后我就匆匆慢慢地赶回去 赶回去了 看他们都没找着 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 找了差不多下午三点多 我自己还没找到 我自己就忍不住了 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 说我孩子不见了 都找了几个小时 还没有找到 然后我们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 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你们报警了吗 报警了 晚上猪奶奶带她回去 或许是妹妹回家了 比较熟悉 猪奶奶问妹妹说 哥哥卡卡呢 妹妹说 哥哥卡卡被陌生了 这样子抱走 可能就马上往那山上走了 这可能就是真实的 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 他把孩子弄丢了 你怪他吗 怪他 怪他 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 你怪他有什么用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 也控制不了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 我一回家 我只要看见爷爷 我们俩就会吵架 我和爷爷吵完了 爷爷就会找奶奶吵 吵到家里 鸡全部泥 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 把门啊 灯啊 全部都给你砸了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平时天气都很好 凯凯丢的那天晚上 很冷很冷 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 都是手都是冰的 从凯凯丢了以后 爷爷我 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 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 我都不让爷爷碰 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 凯凯在家的时候 和爷爷关系好吗 很好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 然后我们又是长孙 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 酸酸酸嘛 大家都宠着他 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 然后爷爷就是经常写 只要是他想要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 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 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很爱孩子 孩子丢了之后 爷爷出去找过吗 爷爷出去找过 经常心话插着名片 然后去山上 平时的话 他只会走那几条大档 对三根本就不怎么说 凯凯丢了以后 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 每个洞每个桥 他基本上都钻过 都走过 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翅刮山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 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这个心里竟然解不开 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 了解爷爷的 那他自己亲孙子嘛 他怎么能想丢呢 是吧 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到最后 爷爷经常心会躲在角落 自己一个人慢慢哭 想想他自己一切是做生意的 时候很意气风华 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 白头发都有了 我对不起他 就是把他带在山顶去丢掉 看着很不舍 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 所以我逃避了 怎么个逃避法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 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 因为我是下午两点钟才开始上班的 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 又闹得鸡犬不宁 所以我都不敢回家 家里有开开的东西好多 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 有时候是女儿跟我撕皮了 她会问 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 你要回来了吗 看着女儿这样子说 感觉很对不起女儿 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 每逢过天过年 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 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 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因为实际上她这是犯罪分子 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 这个孩子的爷爷可能也有点过错 他没有认真地来看护这个孩子 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 所以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 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要成立专案组 对像视频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 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在我寻亲的路上 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 他是一个找家的 比我大 今年29岁了 他六七岁的时候就送了养到莆天 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 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 说妹妹我没户口 找不到工作 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 刚好那天我在上班 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 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 他说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 他为什么会想不通 在公园的时候他给我玩自杀了 幸好是城堡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 给他打了120和暴击 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 他养父母说我不管他 最后没办法 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下 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 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 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 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碗 连大动脉都割碗了 孩子不肯手术 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吗 人家好狗都要赖火你为什么会火不下去呢 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 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父母都不理他 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 他要父母一点多才赶过来 我在他待了两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 我还把我开开像他那样子 那我该怎么办 我哥哥一直在家里一直是很不爱很不爱的孩子 一直是很听话的 他刚去上学的时候 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 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 哥哥带你去上学 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 你在哪里呢 够苦的哈 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老公一起来的哈 对 来我们请老公上来 凯开丢了之后 她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 她在哪上班现在 她也在市区上班 但她住她的单位 我住我自己的单位 来坐到这儿来 谢谢您 你好 来坐下 凯开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 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 怪你父亲吗 不怪 这也不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 你心里很难受吧 是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毕竟小孩丢了嘛 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 其实我在家里 作量也不是会很大 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 找不到凯开 再赚多少钱也没有 因为一定会顶住在这个家 会等着凯开回去 成为像这种儿子 真的是里外难 对 因为她的里外难是在于 第一 她们非常年轻 她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 还算是比较因实的家庭 因为说起来 好像公公也是 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 家里面突然碰到 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 所有人都乱了方寸 都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 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 然后直接就把这个路火 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 然后这个儿子里外回难 其实换一个角度想 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 把孩子丢了 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 大家都会把他埋怨 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 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把孩子找回来 怎么样的一家人 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好多人很难做 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 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 但是大家会觉得 我控制不了 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 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 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 给了自己最亲的人 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 终生都有一种负罪感 如果孩子不回家 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我想给这个妹妹说两点吧 第一点 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 是吧 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 还是比较大的 这点你要放心 第二点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你对你公共的这种态度 可能会使家庭啊 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 你比如说 其实你心很善良的 你把你公共的很多好处 都记在心里 我们都听见了 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共的 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 就差着一步 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 那么你就真正地理解了 你的公共了 你能不能听 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 对你的公共要宽容一点好吗 能不能啊 我尽量吧 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能理解他 因为小真的事 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 写了一封信 他丢了有两年了 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 凯凯 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 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能失智 妈妈就念给你听吧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卡卡 如果你被人 拐卖到了别人家 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 别逃跑 别让养父母生气 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 等爸爸妈妈去找你 卡卡 妈妈想你 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 出什么意义啊 卡卡 你要相信妈妈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想对卡卡的养父母说 我希望你们能伤待我的孩子 希望你们能像她的亲生父母一样 对待她 可以严格地要求她 但却不能放任她 变成没用的人 卡卡成衣子是我的娇啊 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我仍然希望她能够做一个好人 没有那么悲观 孩子 依我们相信卡卡会找到的 放下心来 好 来 我们站起来 一起来看一下 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来 请站到这儿来 爸爸妈妈一起 来 苏东 严少青 你好 我是等多我寻人团的苏东 我们的荣民平带上 收到了你们发来的 这个报名寻人请求 我们也是立即受理 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 展开寻找 那你跟我们说了 当时是在2015年的2月9号 是孩子的爷爷 在福建省莆田市华庭镇的龟山 把孩子不慎丢失的 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 年纪太小了 而且呢 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 所以呢 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 放在全国 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 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 所以寻找难度不小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放弃 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 包括民政部门 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 进行那种线索 和寻人启示的发布 希望能获得更多好些人的帮助 我们来看看 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 想要的结果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很心疼他 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拿关 所以我逃避了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心疼他 我很心疼他 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拿关 所以我逃避了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开门 你要相信妈妈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愛你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更多的进展 但是还是我们刚才 说的那些话 你们不要放弃 我们也不会放弃 好不好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其实你们夫妻俩呢 在寻子的过程中 这两年经历了不少 当然刚才你也讲了 对于一个人来说 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 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 来帮助你们寻人 你来这儿求助 他也一定要赶过来 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 也要感谢你 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 一起走下去 你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谁了 我们一起打开门 看看他好不好 小子 坚强一点 至少我们努力了得有希望 对不对 相对来说 我一个对管的还是有一个 这就是刚才啊 小言说的 割弯自杀的那个小伙子 来 我们回去 来 请到这儿来 其实小曾呢 在寻家的过程中 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 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 但是不都不说 小言呢 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 所以今天他说 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 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 对 姑娘你相信 你不放弃 我们也不放弃 我们会尽快地把凯凯给你找回来 好吗 别再那么忧伤 想到家里 公公婆婆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生活还要进行下去 我们在这边努力 你也要努力 听见没有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 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一定在找你 所以你不应该采取 这种亲生的这种行为 你可以把相关信息 到时候提供给我们 我们会要求 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曲泽凯他失踪了 对这起案件 我们会要求 当地公安机关 成立专案组 全力调查 公安部也会督办这起案件 争取尽快 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查明情况 把这个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我们也希望广大观众 都留意一下 这个孩子的照片 如果随家 有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长得像这个徐泽凯的 可以和栏目睹联系 或者说拨打110报警就可以 警方都会进行调查核实 因为这个 寻找孩子 一般双方的可能容易一些 因为你们孩子太小 你们是单方面找孩子 所以我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 想对 为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 并能够有效找入 找到这个孩子的人 我们提供两万块钱的奖励 希望能够尽快地帮助你们 找到孩子 也希望你们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谢谢 好 来 您三个 多说两句 因为今天呢 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 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 但是毕竟这两年 在家里的这堆争吵 对公公的不理解 责怪 现在都没有放下 所以在这儿呢 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 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 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 他之前一直在二线场 看所有你在讲述的全过程 很内疚 也想请求你的原谅 当然这个决定 我觉得还是你来做 我们是希望家庭能够和睦 快为了找孩子 而不是再继续长荡下去 我们是希望家庭能够和睦 或者是希望家庭能够和睦 我对不起你们 我都怪他 还是很早 我也想不到我这么腿害 孙女要带龟山里面去丢了 看着儿媳妇和公公终于彼此理解和谅解了 我心里非常感动 好 书冬请他们回家吧 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自从孩子丢失后 儿媳终于肯拥抱公公了 我们看到了 拐卖 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 是毁灭性的 拐卖 是超越谋杀的罪恶 就是努力寻找 直到找到他为止 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了能给你提过线索 aikan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